今年的螃蟹蟹黄是真好啊 就您自己看了都得夸一件 那这辛苦一年算是值得了 值了 把这个腮抠掉 它的四条腿抓紧 然后抠着它这个盖看 得使点劲 得使点劲 你看这 每一只的黄都很饱满 去除蟹蟹 蟹胃 蟹心 蟹肠 是处理大闸蟹的必要步骤 姐 您是怎么想着开始养螃蟹的呢 从小对养殖这个方面就比较感兴趣 我刚开始是养小龙虾的 养了三年 都没有养成功 很多人都是养一年赔了 第二年就放弃了 我是年年的就是不放弃 觉得明年会更好 这就是曙光 对对对 好 粉已经裹好了 现在准备下锅炸制 六成热的油温 大闸蟹入锅炸制 抓着要先蘸一下 把这个口分住 防止它这个里面的蟹黄流出来 高温作用下 入锅的大闸蟹很快就被炸熟 散发出焦香诱人的气息 我们这个螃蟹啊 这个蟹黄是挺满 但是这个蟹肉呢 它还是欠缺一点 这样一炸 它这个肚皮的这个位置 比较就是薄的那个蟹壳 就可以直接一块嚼着吃了 蟹肉炸制完成 晒干的腊皮子被派上用场 赵大姐说 接下来螺丝胶并不单是当作调料 运用到蟹肉的烹制中 它们还有其他用途 我们今天就用蜡皮子做一下 囊 囊对于你们来说 其实就相当于每天必吃的一个主食 对对对 蜡皮子囊是其中的一种 宁可三日无肉 不可一日无囊 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 那么在新疆 八成就是囊 镶着花边的囊 新疆人从小吃到大的囊 配万事万物 都有别样风味的囊 其扑鼻的麦香和扎实的分量 让人心里永远都有底 为什么不加水呢 我们的囊 平常要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加水了以后 时间长它就会干很柴 用鸡蛋和牛奶调制的面团 形发备用 用开水浸泡干辣皮子 直至变软 剁碎后包入形发好的面团中 擀平 扎孔 等待进入囊坑烤制 新疆的不光囊的品种多 囊坑的样子也各式各样的 也多是吧 对 这也是一种农村家 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坑 这个囊坑的 它坑体是一致的 用这个柴火把这个泥土 它的温度要烧起来 烧起来以后 用余温烤 所以烤囊的时候里面是没有火的 对对对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烤制 辣皮子囊 喷香出炉 好香啊 这烤出来的麦香也好 有点烫 好嘞 香喷喷的囊 囊烤好了 可它们与之前炸好的螃蟹 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把它们两个结合一下 做到一道菜里面 对 将辣皮子囊切成块状 同样入油锅炸制 酥酥脆脆的 但是里面加的那个辣皮子嘛 吃起来没有那么高的辣度了 对 更多的是那种炸辣椒的香味 这两样看起来都是相当诱人的 这道菜叫什么呢 椒麻蟹炒囊 椒麻 其实这边很有名的有一道菜 叫椒麻鸡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新疆椒麻的菜很多 椒就是新疆本地产的这个辣皮子 麻就是用的这个花椒 现在我们要用这个花椒 做一个麻油 赵大姐说 制作麻油前 必须先要将花椒进行泡制 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炸这个花椒 油温高嘛 它就很容易炸糊了 一糊它就会苦 泡一下让它里面的味道 再放到油里面以后 它慢慢地释放出来 就变成香味了 花椒表皮 成颗粒状凸起的油囊 蕴含芳香精油 烹饪时油囊破裂 释放出精油 能给食物增添 迷人的风味 整花椒粒 吃到嘴里的话 它口感会不好 只需要把这个花椒里面的麻味 提出来 只用这个油 在刚刚炼制好的麻油中 加入葱 姜 蒜 腊皮子 呛出香味 蟹肉入锅 稍加炒制 囊饼紧随其后 撒入食盐自然 便能把丰收之味 完美调和 除了赵大姐之外 其他人也在为这场丰收宴 忙活着 大哥们 这边来做什么好吃的呀 手抓肉 手抓肉 这几只羊啊 羊这羊 连肉带骨 肥瘦相间的手抓肉 分量十足 皮薄馅大 外酥里软的烤包子 香气四溢 外皮酥脆 焦香迷人的烤螃蟹 别具一格 一场丰收宴席 热闹开席 微微辛苦了 来 来个大个的 辛苦了 今年都 来来来来 谢谢 吃螃蟹了 赵大姐和工人们 无数个日夜地精心呵护 辛勤复出 终于换来了这丰收的成果 夜色渐浓 丰收季的疲惫 渐渐化作满脸的幸福 融入到家乡的好风味中